我是觉得这件事情 我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 是真的觉得蛮扯的 那也注定它是会引发大家的讨论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这次是被断交的情况 而这个被断交 通常当地的大使 都是第一线责任很大的人员 那你不管如何 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解释说 我们被美国拖累如何如何 这种被断交的情况 你第一时间的处理 一定是这个大使要立刻被招回台湾 然后说明整个情况 更何况尼加拉瓜 让我们又觉得更没面子的是 他被断交了之后 他所有的那个使馆 还有里面连一个影印记都不留给你 他整个他们狠到 整个的财产 他就直接交给中国大陆 然后还要去控告说 当时因为这个匆匆忙忙断交 那有一些这个尼加拉瓜的友人 可能他就去帮忙购买了一些 里面不管是家具或者是怎么样 等于让我们多少能够有一些收入 可以被我们的外交部收回 结果尼加拉瓜的政府还扬言要去用法律去追溯这些算是帮忙的第三者 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友善的状态 结果这么非常不友善状态 然后情况弄得这么惨烈 结果这个最该负责任的 而且看起来他是尼加拉瓜通 我们看到整个他获得他的这个荣誉市民国民的这个理由 就说他什么14年来对尼加拉瓜的什么 不管文化经济教育什么的有诸多诸多的贡献 显然他是在一个尼加拉瓜非常关系良好的人 结果他没有办法维护中华民国的利益 那他是不是很担心回来被指责 可是却采取说他就马上变更国籍 就要留在那里的立场 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可疑 也很可恶 而且外交部也一定要追究到底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不是断交的情况 其实住外人员 他在他的住在地待了很久 然后对那个地方有感情 最后他退休之后他留在那个地方 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案例 包含台湾就好几个 我之前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 我跟这个以色列驻台湾的代表很熟 然后他很热心 他很热心参与台湾的各种文化 他热心到什么程度呢 他都去帮着那个慈悸 一起在回收台湾的那个宝特瓶各方面 那他因为爱台湾爱到 后来他任期到了 他就没有回去 他就留在台湾 那么如果其实是这样很平顺的 那状态没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倒觉得人之长情 你也可以了解 他待那么久 然后当地的人很肯定他 可能他会觉得他待在当地 会比回到原来的母国要更好 那这也是一个人自然的选择 但是我认为不太适用这次这个无静目的情况 因为无论如何台湾在这种被断交的情形 当然外交部部长吴钊燮 我觉得是最要负责任的人 因为他可能有警讯 但是他第一时间他不愿意承认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作为第一线的大使人员 他不回国来处理 有一点是类似用国籍逃避责任 我觉得非常不可取 其实这个断交那天 我就收到这样的讯息了 这里的就是那边人 你拉瓜传来的 这里的新大使 新大使叫做李月荣 11月16号才刚来 原来的吴金木大使 11月15日退休 一退休是断交 吴大使是副总统 也是总统的老婆 指名要的 所以还是有给吴大使面子 但是打脸 很打脸新大使 新大使 刚从秘鲁调过来 本来说是1月1号 元旦要去升旗的 现在要变成降旗了 所以当地的巧播说 很伤心了 很伤心 而且没有预警 昨天我们上班到下午4点 突然你国外交部召开记者会公布 大使馆里面的人员很错 因为都没有预警 所以从那边来的消息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